安静地让我们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但是在河北岗城县农业机械公司的厂房里 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上百名工人正在新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指挥下 忙着装配新疆二型收割机 一辆又一辆的收割机从工厂源源不断地开出 这样为新联生产的装配厂岗城有 天津 江苏连云港 河南郑州等地也有 新联年产上万台的收割机 就是从这些连营厂里生产出来的 新联这种以技术 管理和品牌输出为主 充分利用社会化分工协作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经营方式 在国外并不新鲜 但对于新联来说 当初选择这种方式 却是出于对企业自身和市场的认识 近两年 新联集团的新产品 新疆二小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在农机千里走中原的农机大会站中大出风头 也就是靠着这个产品 94年 新联集团从一个年亏损额达600多万的企业 一举扭亏为盈 那时新疆二的产量是1500台 而市场预测 这个产品第二年的市场需求就会超过万台 在这种情况下 新联可以要投资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但新联没有这样做 我们初步算了个账 假如我要达到一万台的能力 有3000台到一万台 国家还得要投资两个亿 还得要增加2000人 还得经过三年的建设时间 才能达到两个亿 这个一万台的能力 这样呢 一个市场不允许 另外一个财力也不允许 不仅如此 新疆地处遥远的大西北 而产品的主要市场却在内地 产品与市场相隔万里 也成为新联集团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国机好多的配套件 像发动机 轮胎等等 都是由沿海 上海 天津 坐着高价火车运到新疆 新疆我总装厂装上主火车 又回来 又回来 这样的话运费就高达近一万块钱 于是新联把生产和销售的重点 直接放在了市场的中心 哪里是产品的主要销售区 新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就带着图纸到哪里 用统一技术标准 统一管理 统一生产 与当地企业合作 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地销售 这样我的运费呢 一台最多也不超过两千块钱 这样呢 我就通过这个办法 就是节约运费啊 一台近八千块钱 这样我一万台呢 就是八千万就出来了 我可以把一部分的 降低的利润 一样给农民嘛 那不仅仅是降低成本嘛 更主要我赶上了市场 随后 新联又在全国几个收割机的 主要市场相继建立起组装厂 围绕这些组装厂 周边地区一些企业 也纷纷与新联合作 有的为它生产割台 有的为它生产发动机 有的则为它生产轴承 目前全国有37个零部件厂 117家外协配套厂 2万多人为新联生产 2000多种配件 与此同时 新联集团公司 却把主要精力 放在新产品的研制 以及市场的开发上 由130多人组成的 新产品开发设计院 在每年1000多万元 研究经费的支持下 已经开发研制出 新疆二型收割机的替代产品 新疆三型收割机 以及适合农民需要的棉花采摘机 玉米收割机等新产品 新联的市场越做越大 就这样 依靠社会化的分工协作 通过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的 有效配置 新联的年实际生产能力 从3000台猛增到2万台 并迅速占领了全国联合收割机行业 70%的市场份额 年利润从119万增加到3000万 同时也使那些设备闲置 甚至亏损的企业摆脱了困境 多达5亿元的国有闲置资产被激活 达到了较少的投入 获得较大效益的最经济的目标 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方式 就是说的 要以市场确定它的产品的定位 然后由了市场引导 着重了产品的开发 都做到了量头在外 而中间环境 它就推到了社会上 实现了社会上的专业化 和社会化的生产 那我们新一项的说法 就是压力性 这样的结果 就是说的 它的经济效益特别好 都投入效 产出高 这是中央台和新疆台报道的 据国家统计局阅读形式报告显示 11月份我国工业生产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请看报道 11月份 我国相及相以上工业 完成增加值1884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1.6%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完成增加值1056亿元 其中国有企业增长6.4% 集体工业增长12.7%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12.6% 轻工业增加值867亿元 重工业增加值1017亿元 能源部分原材料和近半数投资类产品生产出现下降 主要消费品受季节因素及市场需求的制约 生产也有明显下降 彩电 录像机 组合音响等产品 分别增长10.5%到1.1倍 据统计 1到10月份 全国37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88.9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3.43个百分点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国务院